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是善于用智慧去创造奇迹的 而随着如今中国的进一步复兴 国际影响力在不断增强 我们也将这种智慧运用到了世界各族人民的生活改善中 比如近日刚刚通车的帕德马大桥就是最好的证明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2022年6月25日 随着孟加拉国总理哈希娜将红色彩头剪下 帕德马跨河大桥完成了正式通车 这座大桥由孟加拉国投资 经中国中铁旗下中铁大桥院勘察设计 最终由中铁大桥局与中铁工业共同建设完成 该桥主桥长6.15公里 如此规模在世界跨河大桥行列中并算不得出众 但对于孟加拉国人民而言 这却是一座通往梦想彼岸的桥梁 在大桥通车的一瞬间 临近的几座城市可谓是万人空巷 一众孟加拉国人都来到了大桥上 大家看着建成在眼前的大桥 内心极其激动且欣喜 有的孟加拉人拿起了手机自拍和直播 也有的骑上家里的摩托前来 准备率先驶过这座奇迹之桥 甚至还有人激动的跪了下来 行了孟加拉最高的礼仪 亲吻大桥的桥面 而除了民间的激动之外 孟加拉官方也极为重视 通车仪式上 孟加拉领导集团几乎全员到场 其场面堪比孟加拉国国家政府开会 官方甚至还联络了孟加拉军方 在大桥通车的一瞬间 孟加拉的空军表演方队 便从大桥上空飞过 在空中一连进行了数次 惊险刺激的空中表演 让道场的重任大饱饮福 而且孟加拉军方为了体现 中梦友谊身后 还专门使用中国生产的 K8W战机进行表演 而如此热烈又激情的场面 让不少网民感叹何至于此啊 毕竟中国作为世界级的基建狂魔 基础设施的建设早已得心应手 建桥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按照潜力来看 经由港中澳大桥贯穿时 国人才涌现过如此激动的反应 至于下一次爆发 大概得等到台海大桥的建成了 可俗话说得好 紫飞鱼 安知鱼之乐 其实按照桥梁的建设意义来讲 帕德马大桥 与孟加拉国人而言 其寓意和增益 很可能远远超港中澳大桥 对于国人的影响 首先 帕德马大桥将永久改变 孟加拉国经济地理格局 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无与伦比 孟加拉国处于 恒河和布拉玛普特拉河下游 国土被河水分为 北 东 南 三部分 其中 东部和北部之间 西部和北部之间 已由公路铁路网相连 但由于河口宽阔 加之地质条件糟糕 东部和西部之间 始终隔水相望 孟加拉国国土面积本就不大 内部东西交通极其困难 严重阻碍该国 形成完整统一的国内市场 然而 随着帕德马大桥落成 原本号时期 8个小时的绕道 或百度的过河时间 缩短至10分钟 位于中部的首都 达卡 通往西南部 21个区的交通时间 大幅缩短 使孟加拉国国土 终于在现代经济意义上 连成一片 同时 除了内部互联互通 帕德马大桥 作为沟通中国 和泛亚铁路的重要通道 不仅是盘活孟加拉国 地缘战略优势的 关键一步 也是其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的实际成果 一旦建成 就构成中国 缅甸 孟加拉国 印度之间的新长廊 为梦中应免经济走廊 注入强心针 跨越市加深 中国与南亚 及周边国家的合作 其次 帕德马大桥 将成为孟加拉国 利用后进优势 实现跨越市发展的重要助力 按照当前经济增速 线性外推 孟加拉国2026年 就可以摘掉 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 据统计 随着该桥连通东西交通 将原本孤险异于的 西南部地区 整体带入 全国经济大循环 孟加拉国超过一半的人口 将从中直接受益 历史上 印度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都在应应殖民帝国管辖之下 黄麻是孟加拉地区 重要的经济作物 具有极高的出口价值 因此 对于殖民者而言 将铁路向孟加拉地区延伸 并与应应殖民帝国 核心地区相连 具有极高经济价值 然而 殖民者考虑的 只是将孟加拉与外界相连 以便赚取经济物资 但对孟加拉地区内部互联互通 则毫无兴趣 恒河入海口 主河道非常宽 不少地方河水 深达百米 还受季节性洪水困扰 在孟加拉国区域内部 修桥铸路 不仅工程难度极高 对殖民者来说 缺乏经济驱动力 大量铁路公路修到恒河岸边之后 便是断头路 此外 恒河三角洲的地形和气候 也是帕德马大桥工程 成为世界建造难度最高的大桥之一 孟加拉国位于河口三角洲 遍地泥沙淤积 虽说这对农业生产极为利好 但厚达几十米的松软土层 却对修建基础设施极为不利 例如 由于河床不断变化 导致粉沙堆积 导致建成的基础设施容易出现沉降 变形 断裂等险情 由于喜马拉雅山脉 阻挡着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导致孟加拉国湿热多余 雨季洪涝灾害频发 若施工时 河水暴涨 会大大影响钢梁架架架设 同时 恒河进入孟加拉国之后 水位落差变大 水流异常湍急 河口风浪 坎比海上 到雨季时 甚至能够激起10米高的巨浪 当初面对如此艰巨的工程任务 很多企业都望而却步 孟加拉国向全球公开招标后 美日等国都派出专家队伍进行考察 但都没有选择继续跟进 而在中资企业接手之前 帕德马大乔 其实是由一家英国公司负责 但这家公司设计完施工设计图纸 就宣布退出 并没有把设计蓝图画为现实 所以最终还是中铁大桥局集团出手 才顺利完成了这项艰巨人物 此外 中国电舰也以11亿美元的价格 打败美日韩及欧洲输军公司 拿下了全球最大的核道整治项目 整治工程在帕德马大桥主桥南北两岸 分别长1.5公里和11.5公里 整个工程输军量近1亿立方米 为避免高温 工程师设计了适应孟加拉国实际情况的油气配方 和潘漆工艺技术 因桥深过长 为保证桥梁稳定性 在设计上采用了七连41跨 每个跨度为150米 桥体本身是混凝土 刚横梁结构 为了能够称起重达3376吨的庞然大物 设计之初 共采用65个节点 加固支撑桥体 同时 中铁大桥局集团 决定在销梁架设过程中 采用新技术 并在混凝土梁阶段 使用预制胶拼工艺 不但能保证 桥梁从外观上显得更内饰 美观 而且还能加速施工 作为基建狂魔 中国工程师采用抹擦桩 写桩 插打作业 和造桥神器天一号等前沿技术 将钢桩牢牢地盯在河床上 这种技术为中国首创 此前并没有积累相关经验 为此大直径钢写桩顺利打入 施工单位仅试装实验 就花费了18个月 此外 针对孟加拉国内的混凝土质量问题 中国受人以鱼 运用中国企业掌握的减水计技术 帮助孟加拉国混凝土施工水平 实现质的飞跃 而值得一提的是 帕特马大桥驾量建设时 正是疫情严重的时期 周梦双方为了确保大桥建设工作开展 决定对建设工人和工程师实施闭环管理 这意味着 所有建设人员都不能离开工地 吃喝住都只能在宿舍 可孟加拉国毕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工地上的闭环管理 意味着许多穆斯林工人都不能参加开斋节 这让不少工人都暗自神伤 城建大桥的中铁大桥局 发现这一问题后 特地在建设工地上 开展了一次开斋节活动 让所有建设工人都加入其中 就这样 周梦双方的建设工人 都过了一个难忘的工地开斋节 这让孟加拉人感受到了信仰被尊重 对于中国的好感也越来越深了 最后在这种融洽的工地氛围中 帕特马大桥完成了建设 这也便有了影评开头 当地民众激动的场景 因为大桥的建成 也代表着中梦两国深厚友谊的建成 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工程 也将借助帕特马大桥 进一步辐射至南亚的更多国家和领域 此举将让世人明白 一个庞大且联通的经济合作组织正在崛起 好了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帕特马大桥的建成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